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吉拉手秀倫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首歌是《走路有路》的《生理》 就是因為我們為了做這張專輯 所以試圖去想要開始去爬山 可是對於平常我們沒有運動或是沒有登過山的人 然後要登山其實那個體力會有點負荷不來 所以在我們決定要爬比較稍微有難度的山之前 我們其實是去走了像草林古高啊 然後去走嘉梨山啊 我們進入這些我們三千公尺以下的終極山的時候 我們進入這樣的旅程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還蠻特別我很喜歡的一段路程 就是會有雲霧繚繞的時刻 所以很常會看到你走路的時候 也許你看不到前面的路徑 那更尤其是你第一次登山 你不知道這個路徑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時常在那個場景會讓我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意向 所以其實在那個路程中其實是蠻多驚喜的 它有別於我們比如說第一天睡了三五隔天要登頂或上林線 可以看到大景的旅途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 那所以走路有霧而森林這首歌主要就是在描述中間的這段旅程 會有一個上行音階一直反覆出現 那它的音階是長這樣子 其實這四個音 我其實企圖在樂曲裡面想要扮演角色 就是一直反覆出現的雲霧 然後還有圍繞在整個契略構築的氛圍的那個神秘感 所以其實這首歌在前半部 我從頭到尾就只有彈這十個音 很有趣的是我們在 這四個音構成的這個樂句裡面 其他樂器和這四個音構成的那個合成的關係 在一開始是神秘的 也許我請陶子丹剛才一起來 這也所有樂器 我們都企圖讓它有一個沒有完結 一直圍繞在某一個和弦的聲響 然後我也試著用剛才的爬音 模擬很像西塔琴的聲音 接下來吉他還是反覆彈一樣的東西 可就是和聲變得很明亮 那個感覺就很像你在走在霧中 有時候你抬頭看 然後透過樹葉的間隙還有霧裡面有陽光射下來 所以那個我覺得走在這樣的路徑裡面驚喜是很多 很多然後 場景是很豐富的 那 接著 這一個樂曲到下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還是用同樣的動機 但是變成 我們開始在描繪 所有團員 然後一步一步走上山的感覺 所以我加了另外一個調的更音 然後搭配剛才的這個上行來直接 變得亮 所以這首歌 創作我們主要在想的事情 還有不要動機 所以這首歌 一步從來 這首歌 我已經完成到 只要說明了 你 明天